哈囉~~你好 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一期是萊斯新現報第73期 開頭的廢話 暢話短說 新現報做了些微的方向調整 未來新現報會更著重於 已經發售的好評遊戲 本週同樣留言就有機會被選到中獎 每兩週一次 感謝XGP的贊助 獎品是兩個月份的 XGP訂閱總共有三份 中獎名單會放在片尾 用念留言的方式公開 開頭廢話少 我們直接進廣告 暑假到了 是不是整天都想要去外面趴趴走 手遊玩起來不夠爽 在外面想要追劇 全螢幕不夠大 ROG Phone 老用戶 賀娘家 整天開始 到8月31號 全通路購買ROG Phone 6 還有ROG Phone 6D 指定機款 到活動網站登錄 輸入救機序號就送 統一超商 3000元虛擬商品卡 這麼好的福利 等於是直接幫你省了3000元 阿不然用過ROG Phone的人要怎樣 不用擔心 我們這裡有一組 私藏的信號 這邊分享給沒有買過ROG Phone的觀眾啦 同樣 整天開始到8月31號 全通路購買ROG Phone 6 與6D指定機款 上網登錄活動 私藏這個序號 MTAIKI 怎麼會這麼壞呢 沒關係啦 私藏就對了 統一超商 3000元的虛擬商品卡 你也有一張啦 而且ROG Phone 6 在8月31進行 在ASUS專賣店 或是到PC Home 還分別有5000元 和最高7000元的限時折扣 兩個活動搭配下來 2萬多元 就可以擁有 頂級的娛樂電競體驗 平常ROG都很少在降價的呢 這個CP值真的好高啊 詳細活動資訊 趕快來看看 影片資訊 然後ROG的活動官網喔 這次XGP新上架的遊戲有7款 我覺得還行 蠻不錯的 首先第一款是 Figman 2 Crit Valley 信念谷 印象我前幾天 夏季特賣的時候有推過它 是一款遇覺於樂 有戰鬥 有解謎的音樂劇 浮視角動作遊戲 一代打折的時候好像同版架 兩代我都覺得蠻適合可以玩一下 那這款我有玩 但是沒有做成影片 花的時間不長 體驗蠻特別 第二款 McCade 模型 一款第一人稱的 地回巡迴異智遊戲 根據進度推進劇情的發展 故事是利用解謎來描述情侶 從相似到相戀的感情故事 可以利用場景和鏡頭的控制 來調整模型大小來解謎 遊戲是EnnaProna發行 評價在將近30款遊戲中的 排名前三名 前三名低了 呵呵 這款我覺得可以跳過沒差 第三款 托姆 2021年發售的 探索解謎可愛小遊戲 遊戲的方法很特別 利用攝影機來拍攝整節的照片 解決大家的問題 我是完全沒有概念這是一款什麼樣的遊戲 也是很有興趣玩的一隻 什麼不講評價有將近3000篇的 99%壓倒性好評 難道你們不好奇這遊戲 到底好在哪邊嗎? 第四款 重裝武力4 西伯利亞大騷亂 那這款是老牌的FPS類型遊戲 評價有93% 我印象之前介紹過了 評價很好 但是我不喜歡 我雖然有買 但是玩沒有多久我就退款了 我是不會3D暈的人 玩這款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點暈 第五款 流浪村 2022年中發行EA版 我看沒有寫Preview版 應該是剛好要正式版了 讓正式版可以首發登錄XGP 算是建造經營類型遊戲裡面的新品 評價也相當不錯 有89% 在一個會移動的烏龜上面 建造你的村落 屬於那種你看了畫面喜歡 玩起來應該就會喜歡的遊戲 也不是完全建造 好像也有其他的不足 需要戰鬥或是外交 這隻流浪鬼真的很大 我可以住很多不同部落的人 第六款MEMBA 這個是月底7月31號首發登錄XGP 屬於我比較沒有玩的 敘事烹飪解謎類型遊戲 你扮演的是一個80年代 跟家人移民到加拿大的印度媽媽 透過烹飪各種菜肴 恢復丟失的食譜來進行遊戲 同時透過對話選擇 在遊戲中探索愛情家庭的故事 最後一款賽萊斯特3 會在8月1號回歸XGP 這款已經介紹到爛掉了 另外一個名字是蔚藍山脈 講出一個人面對自己恐慌和抑鬱症的故事 遊戲主打平台跳躍 在2018年和戰神避寫狂殺2 共同入圍了TGA年度遊戲的最大獎 拿下了最具影響力和最佳獨立兩個獎項回家 遊戲難度非常有超級難 講的是抑鬱症和恐慌症的故事 但是手殘檔要強迫自己玩的話 有機會自己觸發躁鬱症 更新的部分 首先英雄聯盟更新了Nafiri英雄 盜賊之海也更新了The Legend of Monkey Island 就是猴子島搞笑故事的更新 會分三個部分完結 7月20日這次上的是故事的前段 然後之前找了非常多正妹實況主 打一個市場占有率的吃雞遊戲 永結無間 現在已經是完全免費的遊戲了 不用買了 Game Pass的會員會獲得 標準版到星號滑板的免費轉換 也提供了一些遊戲內的獎勵 最後 尼可拉斯凱吉跨竹的 Day by Daylight的生存者 這個會在7月25日上 這個之前在Summer Game Pass的時候 已經有大量的消息釋出 則知道一下就好 接下來的5款遊戲 將會在這個月底離開XGP 那如果你是漫威迷 漫威復仇者聯盟 Marvel's Avengers 我強烈建議你趕快抓下來玩啊 這款可是發售之後討論不斷 拿下超過2萬篇的67% 抱貶不疑 遊戲內容有不少裝備等級和打寶的要素 印象還打算走營運型的玩法 如果你不趁著要離開XGP 前先摸兩下 萬一之後特價折扣太漂亮 你不小心買到了 可就糟糕啦 遠征軍羅馬這款是2022年新出的回合制策略 評價相當不錯 從凱薩角度來看羅馬的歷史 遊戲性也很好 職業平衡 裝備和技能多樣化 有不少流派可以走 但是遊戲時間比較長 30個小時基本的遊戲 如果喜歡回合制 這款是可以玩的 在Steam上最高折扣是對折 要加323 如果想玩來不及追 這種我覺得用買的也沒有差 第三款 塵塵夢境 2021年中初的俯視角動作ROG遊戲 評價有破2000篇的89%極度好評 算是相當優秀 結果沒有想到上了XGP 呦~~準備下了XGP 我都還沒有開始玩 手感還不錯 不但是有完美閃避跟子彈實踐的設計 精準格打可以反彈敵人的飛行物道具 就連你平常在攻擊的時候 如果有按照閃光的節拍打 還有傷害加成 在遊戲中各種武器雖然是隨機的 也還有額外設計熟練度 畫面走一個水彩化的唯美風格 分為現實夢境兩個區域 那我自己是有打算在這個月底前 開實況把它玩掉 但是應該會排在千水源大夫之後 那這款如果想玩但是不想追尾 Steam目前有四折折扣 只要163就可以玩得到 第四款 The Ascent 同樣是2021年 當初算是蠻有聲量的一款Cyberpunk風 共鬥類型浮世角的射擊遊戲 有15000篇的75%大多好評 我當初還有買找大安、小異他們一起玩 我印象好像是連線連不起來 優化也沒有弄好 遊戲也沒有到頂好玩 所以我後來就退款了 美術方面喜歡Cyberpunk的 這一款美術在前段班 想要和朋友一起的話 XGP是真的很方便 一省省好幾套 那如果要買的話 到26號為止 只要三折266也是很便宜的價格 最後一款 雙點校園 不敢說是城市經營策略的天花板 但是在這種類型的遊戲裡面 這一款也算是第一梯隊的 雙點校園是雙點醫院的衍生作品 算是同一套遊戲概念 套用在兩個不同的主題上面 學校的園藝造景、建築美學 都可以由你行之下手 而且連學校要教什麼課程 你也可以決定 甚至可以蓋一個騎士學員 教他們拿長槍騎馬比武 目前沒有折扣 但是最低價折扣是67折 要價669 這種經營類遊戲 基本上也算是有毒類型 我覺得不是很容易在下架之前可以玩玩 接著來讓我們看看 最新上市表現不錯的遊戲 首先我們先來三款在Steam上面 可以免費玩的遊戲 第一款Cast Hidden in Paris 巴黎版的躲貓貓 先前我有介紹過蠻多次類似的遊戲 評價都不錯 這一支的評價特別好 有將近破千篇的99%壓倒性好評 這種遊戲就很簡單 遊戲打開、圖打開、找貓貓這樣 每一款都是要找100隻融合在背景裡面的貓 大概3分鐘以內吧 3分鐘前後啦 你會找到90隻左右 剩下的10隻要花多久 這就很看個人造化了 那這支遊戲會壓倒性好評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這一款完全免費 拿去當個和妹子聊天的談資也是蠻不錯的 推薦可以直接抓下來玩沒有問題 第二款 再試一次Try Again 出來不到一個禮拜 就已經有破百篇的98%極度好評 手感還不錯 遊戲、劇情都短小精幹的跑酷遊戲 雖然模組沒有到很精緻 但是動作表現流暢 一些攀爬、掉落、跑動和跌倒都有特別講究 用2.5D的方式切換不同的視角 來保持遊戲的新鮮感 但是最讓人想要留下評價的原因是 在短短20分鐘以內的遊戲中 有好好的把一個故事講到一個段落 讓你在跑酷平台跳躍的過程中 可以不時的聽到假人Benny 以及遊戲開發旁白的對話 那主角跟創作者之間的對話 非常生動有趣 甚至如果你做出一些創作者 出乎意料的舉動的時候 他也會有相對應的旁白出現 會讓人想到史丹利的預言 那遊戲免費的 20分鐘內可以體驗完畢 建議可以抓來玩 最後這款不得了啊 由後發智人開發後發智人於2023年7月11號發行的新遊戲 後發智人 這是一款三國放置卡牌 掛機之元素來的遊戲 這款免費遊戲 短短幾天就獲得了超過200篇的98%好評率 一定是有什麼過人的地方吧 一定的吧 我覺得應該是行銷團隊做的特別好吧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這款遊戲的說明 洋洋傻傻寫了33大項 每一大項200到800字不等 平均400字總共14000多字 比我寫的大篇稿子還要大個一兩倍 猛的 下一款GYLT 基本上算是移植遊戲 好評率保證97%好評 遊戲之前出在Google Stadia上 這個平台2019開 今年1月收掉了 現在灰土重生 故事中你要扮演的是 遭到霸凌的小女孩麗莎 為了找出失蹤的表妹Emily 要在這個陌生的小鎮中 適度探索 面對因為恐懼而生的怪物 你必須要透過潛行的方式來躲避 或是利用手電筒 滅火器之類的工具來跟他們對抗 還要一邊解開建築物中的謎題關卡 才能夠推動劇情進度 雖然整體劇情的氛圍 遊戲的音樂都帶點驚悚恐怖的感覺 不過卡通畫風的美術風格 讓人實際玩起來的壓迫感 就比較沒有那麼大 還有回血的道具可以使用 通關難度並不會很高 遊戲時數也不長 大概8-10個小時就可以玩了玩 而且看了一下評論區的留言 優化似乎也做得很不錯 如果是從來沒有玩過恐怖遊戲的人 可以考慮從這款入門 不過也有人提到說 故事中的小孩子 有時候比大人還要慘忍 讓我滿好奇的 也許會等之後打折的時候買來玩玩看 下一款也是移植了 塵埃異變Grim 類銀河戰士惡魔城的橫向動作 現在移植到了PS5有實體版 那先前在Steam版上架的時候 我已經有玩並且全破了 我先講 我自己沒有特別喜歡這一隻 但是它的評價很不錯 我不喜歡的點 主要是類魂型的玩法 類魂型的故事敘述 那最重要的是地圖給的很不乾脆 我路次玩的很辛苦 不過遊戲的裝備系統 也是走魂系設計 它的戰鬥系統也確實有點魂感 有許多種奇妙的武器可以讓你做搭配 例如燈籠之類的 那純想玩動作遊戲的話 戰鬥系統真的做的挺好的 也真的是小兵就可以搞死你 然後頭目戰做的很有趣的一款 只是總是在頭目的前面 甚至頭打完 才讓你把地圖打開 等於你一整區都逛完了才給你 我就滿痛苦的 之前有做一支影片 有興趣的人可以點擊右上角的資訊卡 下一款 BOTATO 看到自己喜歡的遊戲 現在有這麼好的成績 真的是滿開心的 這是由Bubblish開發 同公司於6月23號發售正式版的 倖存者遊戲 那現在我覺得已經算是 倖存者類型比較氾濫的時期了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這一款是破4萬篇 4萬篇的96%壓倒線好評成績 倖存者類型真的是不太容易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拿下這麼高的評價 我之前推過大概有100次了 它也是倖存者類型的競技場 不是說給你一張很大的圖 讓你在上面周遊列谷 而就是給你一張小圖 小範圍 讓你在裡面閃子彈 閃怪物 玩起來我覺得應該是 倖存者概念的彈幕遊戲 角色幾十隻 配合著傷害 初始武器的不同 做出多樣化 有些大家不太能玩的武器 對於某些馬鈴薯來說 可能是神兵 例如有的馬鈴薯 近戰武器就有高額的攻擊速度加成 那其他馬鈴薯可能不愛拿 這一顆就特別愛這樣 遊戲沒打折的時候 102最高折克的時候 8折81塊 我是覺得想玩的話 你不太需要考慮等特價的時候買 需要考慮的是 這一款一出就紅 馬上進行手機版本的移植 那我是覺得手機應該會比較難一點 那我會流手汗 手指又是那種既粗又肥的那種 有時候是不錯啦 但是玩手機就真的是很痛苦 不論是打擊感 PERK的交互作用 毒性都很高的一款幸福者 下一款 幾何競技場2 幽靈11 Games開發 同公司於7月15號發行的遊戲 看到評價數量不高 但是有94%的好評率 價錢也不貴 只要118 打7、8折只要92 雖然說近乎100 但是也是同版價 我就買回來玩了 一開始想說 好像也沒有什麼 就一個幾何主題的幸存者 但是這一款 我覺得其實不太算幸存者 幸存者有幾個重要的要素 例如說你打完怪之後 你還需要思考吃經驗值的路線 讓你吃筋吃的更愉快更順利 所以你也需要考慮你的火力輸出 如何可以打出更多的經驗值 這一款BEN 它就是一關給你一個PURG讓你選 每一關也都是給你一個順存空間 打多少怪不重要 反正就想辦法活下來就是 而且當你的角色比較強的時候 它也不太拖你的時間 你可以決定自己要一次打幾關的難度 例如說一次打5關 但一樣的時間度過之後 你就直接拿5個PURG 這樣的設計我覺得很佛心 角色的部分也很簡單 它就給你選一種武器 搭配一台機體 像是畫面上這一個 我就選用追蹤者 會閃射比較大量 且會追蹤的低傷害子彈 那像這種武器搭配機體 狙擊者就不太好 那狙擊者是按空白鍵 可以架砲 無法移動 增加爆率 射程是200% 就很不適合這種武器 因為每一發彈下傷害低 那我剛玩搭配的是轉化者 切換爆發模式 可以增加攻擊速度150% 會這樣子選 是因為爆發模式會消耗能量 可是追蹤者的基本攻擊 剛好是不消耗能量的 就可以靠爆發模式消耗 初步玩覺得還蠻有東西 就是幾何圖形可能比較不討喜 所以銷量上不去 評論數量也上不去 那它的機體和武器都還有 另外的模組可以裝 整體的build感很夠 音樂採用比較輕快的音樂 音效等也都做得不錯 倖存者類型愛好者 這款買沒有問題 雖然讀性不高 但是絕對是一款該類型的好遊戲 又一隻殭屍幸存者 Yeah another zombie survival 別擔心 我被人懷惰 今天最後一隻幸存者了 由阿桑Games Studios開發 7月14號發行一夜版的幸存者 這隻我之前有收到他們的序號 也有玩過demo 這次既然他也上了8燒 我又有免費序號 就玩一下 那一開始蠻不爽的 因為demo練過的等級都沒了 就重玩 評價是破千篇的88%極度好評 一個我看不太懂的成績 他就是選一隻角色開場 每個角色有一個主動武器和3個技能 那一開始的特警拿的是小手槍 那隨著升級 子彈數量會越高 算數會越快 小手槍升滿之後 可以從小手槍進化成衝鋒槍 每一隻角色會的技能 拿的武器是固定配好的 在遊戲中我們可以解救其他職業 像是工程師 坦克 女獵人之類 每個職業都還有自己的特殊Buff 像是特警 可以讓換彈速度變快5% 全對效果的 但是感覺也比較偏向是數值堆疊 那你選了一個主角之後 達成某個特定任務 通常是殭屍擊殺的數量 你的武器進化就可以更多元 而且更強力 但是有沒有更好用 就真的很看狀況了 例如說小手槍可以進化成衝鋒槍 衝鋒槍可以進化成穿透狙擊槍 或是突襲步槍 那如果你本身打散兵的能力就不好 又把衝鋒槍換成狙擊槍 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條 玩起來會很痛苦 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這款的好玩程度 比前兩款差一點 數值是控制的不錯 磁鐵也給的夠多 不會有那種覺得很多經驗值吃不到 很可惜的感覺 但是相對的 整體也比較無聊一點 槍枝升級的概念 分期的路線概念是不錯 只是要玩什麼角色 就要一直濃一直升級 厭倦感蠻高的 評價是真的蠻不錯的 賣的也蠻不錯 只是我搞不太懂原因到底是什麼 有買回來玩的 可以提供一下 好接下來是XGP三份 兩個月的中獎名單 序號中獎名單 我們就快速唸一下留言 首先第一位是Blue Sky CH 他說上次介紹的痛悔技術 應該算是4款節奏遊戲 打擊感很療癒 跨風也是挺療癒的 紛紛之質的感覺 玩法上感覺很像是節奏醫生 遊戲難度也不高 時數大約是2個小時 如果不打Hard的難度 應該是1個小時內就可以玩完了 感謝Blue Sky CH的遊戲反饋 這支我也是相當推薦 不過比起節奏醫生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節奏天國 玩法上比較類似節奏天國 然後這支遊戲 我覺得也是推給女生玩 會比較容易中的一支 然後第二位是 Chuck VR3010746中獎 他說Gravity Circuit 之前玩過4玩版就超級期待 動作流暢 操作手感極好 關卡跟頭目戰 音樂都超級熱血 不過以淚落客人來說 這款的操作難度 比X系列還要高上不少 那重力回錄這一支 其實我自己是有想要買回來玩 看他發作之後表現很好 他是400篇的96%壓倒性好評 極度好評啦 要過500篇才有壓倒性 就遊戲來說 他就是一個賣的沒有到特別好 而是有買來玩的人都給予好評 像這種評價數據 他代表的意義就是 如果你看了PV很喜歡 你買回來玩的話 應該就是會覺得不錯 就整個PV呈現出來的期待感 跟你買回來玩的感受是差不多的 甚至可能會更高 才會有那麼高的評價 可是可能就是受眾不廣吧 接著我們來看最後一位 他是旨意 然後這個ID啊 其實都是Youtube的BUG吧 還是什麼 他的ID叫做 UserQT4DH5JG4G 他說 每週新年報真的都很讓人期待 尤其我的姓屁 又都跟萊斯一樣 我什麼時候有公開我的姓屁了 弱個類 像素風跟動作遊戲類 那個不叫姓屁啊 哥哥 那一定跟我一樣很期待 冬日投降曲吧 他不是出了嗎 現在這個時間點應該出了啦 恭喜這三位得獎 好啦 那本週大家應該也看到 新年報有點不一樣 我們會介紹近日已經發售的遊戲 可能就會把近日還沒發售的遊戲的部分 少講一點 然後也盡可能的 就可能賺了一點錢啦 所以那些都已經發售的遊戲 如果評價不錯的話 我就都買回來玩玩看 好啦 那這一期新年報就到這邊 我是萊斯 謝謝你到最後 大家掰掰